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锐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本地有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有略多于半数受访者对多伦多候选市长道格福特印象负面 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纽约开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与会国家定立具体减排目标并切实执行 本地有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有略多于半数的受访者对多伦多候选市长道格福特 福特的印象属于负面 由Nanos Research为本地媒体访问了1000人的民意调查 结果发现对道格福特印象正面的受访者比率只有19% 认为印象负面的比率达到51.4% 有7.2%的受访者说不肯定 至于对邹志慧 有正面印象的受访者比率大约是31% 说印象负面只有24% 而被问及哪一位主要候选人最能代表多伦多时 有54%的人选择庄德利 邹志慧和道格福特同样只得到19% 受访者认同是最能代表多伦多的人选 这项在本月16号到20号所做的民意调查 也有受访者对于因为被确诊患癌 而退出争取连任市长的福特的意见 结果发现有大约54%的受访者 对福特有负面印象 另外有56%的受访者认为 运输和交通堵塞 仍然是多伦多面对的主要问题 受访者关注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包括税率高 就业 经济 市府的财政 以及需要有新市长 这项民意调查的误差率是3.1% 安省省都今天会宣誓就职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 兼任曾经出任多年公职的多德斯维尔 定于今天下午2点钟 在省议会议事厅内 正式宣誓成为安省第29任省都 在宣誓仪式过后 省议会外明放15响礼炮 下午3点15分 检阅仪式开始 总理哈珀是在7月时宣布 委任多德斯维尔 为安省省都 哈珀形容 多德斯维尔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 他的工作在安省已至全国各地 提倡可持续发展 原任省都翁立 在在位7年之后 昨天正式离职 新布罗瑞克省省选自由党 成功击败进步保守党 成为执政党 并且会以多数政府执政 年仅32岁的自由党党魁加兰特 即将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长 这次也是自由党在过去一年在加东地区 既在安省 魁省和新斯科社省之后 连续第四次在省选当中胜出 落败而痛失执政党地位的进步保守党 54岁的党魁奥尔沃德 成为连续第二位 未能成功连任的省长 在新布罗瑞克省的政坛属罕见局面 至于绿党党魁库恩在法德列顿南选区胜出 成功晋升省议会 被从未夺得省议席的绿党取得零的突破 在新布罗瑞克省 省议会解散之前 进步保守党有41个议席 自由党有13个 有一位独立省议员 当地本届省选 重新划分选区 议席总数有55个 简直49个 自由党夺得27席 进步保守党只得21席 绿党有一席 而在昨天晚上进行点票期间 一度出现技术故障 令点票工作暂停 进步保守党要求用人手点票 以确保省选结果的准确性 本国被停职参议员达菲 涉嫌诈骗贿赂 以及违反诚信的案件 将于明年4月初开审 达菲的代表律师何控方 今天在法院内 同意案件排期在明年4月7号 到5月12号 以及6月1号到19号审讯 为期41天 距离明年10月 下届联邦大选 只相隔几个月时间 元属保守党的达菲 因为涉及不恰当 申报住宿 及旅游开支等原因 面对31项形势检控 目前被停职 他曾经承认 收取过总理哈珀 前幕僚长赖特的 一张9万加元的支票 用来偿还开支 而受到广泛关注 总理哈珀在回应时 澄清对事件全部知情 这宗案件将会传召 多名曾经或现在 扔在哈珀政府内 工作的雇员出庭作证 加上审讯日期 临近联邦大选 任何对保守党不利的消息传出 将可能对他们的选情 构成影响 好了 加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 今段广告 广告回来 将为你带来国际新闻 天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 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非常好的配合 勇敢 慢慢地动过来在桥 十秒到即时 这样的犬呢 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性格 他的表现 有的时候你不可控 他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心性 来跟主流互动 他们遇到了一个 小小的考验和挑战 来 这样妈妈 我相信这与他们平时 在几千公里的路途当中 遇到的挑战相比呢 这个挑战并不算 用英语人士的角度 对中国内地各级政府和企业家 进行宣传和对话 记录中国在改革开放 和经济建设中的新成就 他们在80年代 中国的一年代的一年代 一年代的一年代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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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生一个吧 妈 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第二个的问题 小孩子都这样子了 要带来去查一下问题所在 好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纽约开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呼吁与会国家定立具体减排目标 并切实执行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大会在会议开始前播放短片 鼓励各国为舒缓气候变化 进一分力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致辞时 呼吁125个与会国家团结 定立具体减排目标 并切实行动 此次峰会是为明年在巴黎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大会做准备 届时将拟定2020年后的 全球减排协议 决定未来数十年的 国际气候政策方向 峰会前夕 纽约再有一千人 在曼哈顿金融区附近抗议 指责华尔街金融机构投资 造成污染毒害 引致今天的气候变化危机 警方拥补超过一百人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 西非伊波拉病例 六个星期内会增至两万一千宗 世界卫生组织策略总监 戴一表示 现在情况是以几何级数一样上升 每周有几百几千宗病例 如果不尽快制止疫情 这场疫情会演变成大灾难 世卫还计算出 住院病人的死亡率高达70% 美国疾控中心估计 到明年一月份 当在塞拉利昂和利比利亚 病例可能高达140万宗 为控制疫情 利比利亚宣布 未来几星期开始 会将受感染病人 强制送往隔离中心治疗 降低病人家属感染的机会 美国和多个阿拉伯国家合作 首次空袭叙利亚的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据点 已经有最少70名武装分子死亡 伊斯兰国扬言已经准备好战斗 部署在红海的美军阿伯利克驱逐舰 向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据点 发射战斧式导弹 FA-18大黄蜂战机 也从航空母舰布什号起飞 执行空袭任务 美军和五个阿拉伯国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 巴林 卡塔尔 约旦和阿联酋 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在叙利亚城市拉卡附近的据点 发动空袭 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 美军总共发射40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击中多个目标 包括指挥中心 补给设施等 叙利亚外交部指 美军空袭前 已经知会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 美军除了空袭伊斯兰国 还单独向另外一个 称为呼罗山的基地组织分支 发动多次空袭 击中该组织在叙利亚西部城市 阿勒坡附近的训练营 武器工厂等设施 纽约时报之前报道 呼罗山的首脑法德利 和已故基地组织领袖拉登 关心一切 911袭击前 他是少数知道会发动攻击的人 有美国官员形容 呼罗山对美国的威胁更大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此次空袭叙利亚的行动 显示美国不是孤军作战 伊斯兰国表示会回应空袭行动 并号召全球各地的支持者 杀害美国及法国等 锐意打击伊斯兰国国家的国民 注写优优独播剧场 Gefühl 谢谢观看